一声惊雷响,百虫从地敷 今天晚上10点多,是荆泽节气 太阳交涉黄道345路,黄金 非常重要 这个荆泽,顾名思义 首先,之前叫启哲 跟那个皇帝汉朝的刘启,换了冲 改为荆泽,荆是马寿荆 哲虫 在地下的虫,冬眠 冬眠,阳气上升,随着雷而出 荆泽,百虫,人也是虫 蔡天看看,鸡毛带甲的,带羽毛的,带鳞片的 龙是鳞治长,我们说了四神兽,不有所指 这个龙一出,虽然他比人还,一般的还要厉害的多 那这个,人是不是我从,身上没毛,啥还没有 这个,为什么说,前面,是上级,今天我们揭晓答案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荆泽的,节气15天内的三个,气候 雾后现象 一个是,桃花 开始,开始,长,出来 二呢,这个黄鲤鸟,开始鸣叫 两个黄鲤鸣碎鸣,出现来了 三,是鹰化为旧 在后面还有个旧化为鹰,在秋天 二月 鹰化为旧 那旧,顾名思义,他突旧 还有古人有说不顾鸣,反正他就,就不像个鹰,没那么厉害 这个解释要很多 但是,我们更形象化一点,这个春天来了 所有的,这个,鸟,也复苏了 从南边里,回到北边 要多了 那他自然古时就比较容易 你就不需要那么厉害 都是被激发出来 这个答案呢,我们下集再揭晓 真正的龙抬头 嗯 嗯 一年